欢迎收看凤凰卫视每周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泌尿科的专家洪通如医师 我们要和洪医师一起来讨论的是关于男性生殖系统方面的一些病变以及疾病 洪医师您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是的 洪医师说到男性的生殖系统说复杂也不复杂 说简单也不简单 我想可能在男性的生殖系统里面前列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大概在哪里 那么从这个构造上来分析可能它的这个功能是怎么样的好吗 对 似乎腺是在前列腺是在膀胱的下面 然后脂肠的前面 它的作用是给精子养分 那么那个尿道是经过这个似乎腺 所以前列腺应该是男性独有的一个器官 女性是没有的 对 好 那么我们想请问您一下 其实我们有听到过家里比如说有一些长辈的话 可能特别是男性的长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这个前列腺发生一些病变会造成一些不太方便的情况 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洪医师 前列腺的早期的病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可能是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前列腺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发炎 发炎平常是年纪比较小 那个年轻的才会有得到发炎 发炎平常小便疼痛 发烧或者是小便困难 然后平常医生会给抗症素跟那个小炎尿 另外一个问题是前列腺肥大 这个跟年纪有关系 所以年纪越大 肥大的机会越多 症状是小便困难 小便不完全 然后晚上平尿 然后最后是癌症 癌症其实跟发炎跟肥大完全没关系 可是还是跟年龄有关系 平常没有什么证兆 等到是晚期的时候才会发生像小便有问题 我们先从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病症的角度 来了解一下这个前列腺的病变 您刚刚提到会有一些前列腺肥大和前列腺的炎症 那是不是唯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在于排尿的不通畅 其实其他并不会造成太多的困扰 对 因为尿道是经过伺服腺和前列腺 所以会有的症状都是跟小便有关系 所以洪医师您觉得像这两种前列腺的炎症 或者是前列腺的肥大 治疗起来会不会很麻烦呢 不会 不会 如果是发炎 OK 齿痛药 抗争素跟消炎药 应该就没事 可是就是吃这个药的时间要长一点 跟膀胱发炎不太一样 平常如果膀胱发炎吃药一个礼拜就没事 可是如果是舒服腺前列腺发炎 平常要吃一个多月的药 OK 那么如果是肥大 前列腺肥大 平常药就是一直要吃 有两种药 一种药是让舒服腺里面的肌肉放松 药像Flomax Rapiloflo OK 这种药平常医生给后 你吃了一两天就有结果 另外一种药是让舒服腺或前列腺收小 这种药我们叫Finasteride,Proscar,Avadar 平常要吃到六个月才有效果 所以一种药是让舒服腺放松 这种药马上就有结果 可是另外一种药要让舒服腺缩小 需要就是多一点时间 其实像这种药会不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副作用 因为很多人在吃这种药的时候 特别是男性 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对这个生理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一种药因为它让舒服腺里面的肌肉放松 有些会让身体有血压会让它低一点 可是比较新的药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另外一种药就是收小舒服腺、前列腺 它有时候就是因为它会把身体能性的那个荷尔蒙降低 所以也是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其实在治疗这个摄护腺的病变方面 使用药物的话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 那我想请教一下洪医师 那其实这个脚护腺是和膀胱啊 其他的这些器官是挨着的 是隔得很近 那么当你的这个前列腺发生病变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附近的一些器官的感染呢 应该不会 有时候就是说如果是前列腺发炎 有时候会影响到膀胱 因为它跟膀胱其实是粘一起的 所以才会有些小便的时候会感觉疼痛 因为它的关系就是很靠近这样 其实您刚刚提到这个小便疼痛 如果说有一些病人出现了这个血尿的症状 您从这个临床的判断 您会觉得是它射护腺出现问题 还是其他的一些不为出现了问题呢 如果小便疼痛两边都要看 到底是膀胱或者是伺服腺两边都要检查 平常药是一样的药 如果是膀胱吃一个礼拜 问题应该会解决 如果吃了一个礼拜的药 抗争素消炎药还是有症状 可能就是要长一点的时间 然后问题可能是前列腺不是膀胱 好的 您刚刚介绍了这个前列腺的病变 一共有三种 一种是这个前列腺的肥大 还有一种是前列腺炎 那么第三种可能就是比较恶性的 是前列腺的癌 您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这个前列腺发炎 或者说是前列腺肥大 其实是和前列腺癌有一定的关系 会造成前列腺癌 但是您刚刚提到这三种疾病 其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前两种病变 不可能造成这个第三种病变的发生 在这儿我就要请教您一下 那么说到这个前列腺癌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 那么从比如说这个种族 或者说年龄上来看 您觉得它又是怎么样的 前列腺癌是有几个关系 一个是年纪 那可能是最大的关系 第二是抽烟 千万不要抽烟 抽烟跟肾腺癌也是有关系 然后第三跟遗传也是有关系 平常如果是年纪到70岁80岁 才会得到肾腺癌 可是如果家庭有爸爸 或者是哥哥弟弟 有得过肾腺癌 平常40多岁就要开始做检查 因为得到这个前列腺癌 就是会比较早期 然后要早一点去找 会不会从这个人种上 就是不同的族裔 也许这个前列腺癌发病的比例 会有一些不同呢 比如说白人比较容易得 或者说是亚裔的人是比较容易得 非洲人其实人总看是最容易得到前列腺癌 然后他们得到前列腺癌又是最高级的 白人是等于在中间 然后亚洲人可能是最少 所以从这个族裔的角度来说 其实亚裔人是得到前列腺癌的比例 还是比较低的 没有那么高 其实从这个癌症的统计来说 我记得其实前列腺癌不算是一种 特别恶性的癌症 也就是说不是那种死亡率特别高的癌症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我们前列腺癌 我们分级 初级 然后中度 然后重度 所以轻度 我们叫low risk 其实伤害到身体的机会比较少 它又长得比较慢 所以我们有些方法去治疗 可是又有一个方法就是 其实不是治疗的方法 是我们叫active surveillance 等于是继续观察 所以如果是轻疾 轻度像low risk 我们说one option 就是说active surveillance 继续抽血 看你这个PSA这个数字 不要一直往上跑 然后第二就是说 一年做一次切片 看这个舒服腺癌 有没有变成比较恶性的 那个方面 好的 谢谢洪医师 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请教洪医师 我们刚才谈到的 关于这个射护腺癌方面的问题 我们广告之后见 好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美洲台为您播出的 天天话题栏目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呢 是来自泌尿科方面的专家 洪通乳医师 我们和洪医师一起来讨论的是 这个男性身体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前列腺的病变 以及一些治疗的方法 洪医师 刚刚在上一拍的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前列腺的病变 有可能是前列腺炎 或者是前列腺的肥大 那当然呢 非常不幸 也有可能是会变成这个前列腺癌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前列腺癌 可能在不同的族裔之间 感染的比例会有不同 那么我想请教您一下 说到这个前列腺癌的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您刚刚也提到了 叫PSA 其实这也是判断 是否是前列腺癌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就是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 好吗 可以 所以PSA是 四负腺生产的一个protein 只有男性有四负腺前列腺 所以只有男生会生产PSA 可是PSA高或是低 跟四负腺癌不是 一定是高 就是有前列腺癌 如果是前列腺发炎 或者是前列腺肥大 一样PSA也会高 也会有这样 所以没办法 就是只看这个PSA去做判断 有没有癌症 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癌症 所以我们医生怎么去判断 要不要去切片 就是看这个PSA的数字 然后医生的做检查 用手指去检查前列腺 然后做这个判断 需不需要去做切片 如果要看有没有癌症 没有癌症 只能指 那个切片是只有唯一一个方法 去看有没有癌症 其实您说到这个切片 我曾经听人说过 这个切片其实也是一个手术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手术 对吗 对 是一个小手术 可是不需要全身麻醉 在我们那个 不用再开到房间就能做 就是在诊所也可以处理 那么您觉得 如果说这个PSA的数值 再配合切片的结果 这两项报告排在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大概的做一个判断 病人是否已经得了这个前列腺癌呢 对 就是看PSA跟医生做检查 然后如果需要再去做切片 不是每一个病人都马上要去切片 然后切片结果 看他就会说 是不是癌症 或者是不是癌症 如果不是癌症就没事了 如果是癌症 看PSA跟这个切片的结果 一起来做决定说 到底是轻度 中度跟重度 low risk intermediate risk跟 high risk 我相信对于这个前列腺癌的不同的等级 不同的level应该是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 那么请洪医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于轻度 中度和重度的前列腺癌 我们都有一些分别什么样的处理的方法呢 如果是low risk 轻度 我刚刚解释的一个方法就是active surveillance 继续观察 所以不是治疗方法 可是就是看PSA 继续查PSA 六个月查一次PSA 一年一次做一次biopsy 因为轻度会影响到身体的伤害的机会 就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有这个办法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刀 把伺服线拿掉 前列线拿掉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radiation therapy 放射咬法 这些都是属于最轻度的 这个社会线癌 前列线癌的治疗 对 然后两个比较新的方法 一个是冰冻治疗 cryotherapy 然后最新的可能是热能咬法 那是我们叫high food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那是最新的方法 这两个方法等于是 不需要把那个伺服线完全拿掉 前列线拿掉 还可以治疗这个癌症 关于这个前列线癌的手术 我想现在的这个科技 应该是比较发达的 因为我听说过 可能用一些微创的手术 就能够做是这样的吗 对 现在我们都是用机器人手术做 所以以前的伤口是这么大一个伤口 现在是五六个小伤口 这么小的伤口 并手术差不多三四个小时 然后住院一两个晚上 然后带了尿管一个礼拜 就没事了 这是对于早期的治疗 对 那么说到这个中期 中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intermediate risk 中度 平常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开刀 把伺服线拿掉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radiation therapy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 可是开刀还是 它的记录还是比 radiation therapy 放射治疗好 就是不要这个前列腺癌 再回来的机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开刀以后 伺服线拿回来都可以再回去做 那个radiation therapy 放射治疗 可是你如果是放射治疗先做 以后再回来的时候 你要开刀就比较麻烦 因为放射治疗的时候 它就是伺服线旁边 前列腺旁边就是比较粘 所以做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所以医生的角度建议 如果是这个中度的 肾乎线癌 前列腺癌的话 是要先把前列腺摘除 做这个手术 然后之后再去做这个放疗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可是有些病人就是说 身体不好 不健康 心脏有问题 没办法去做手术 这样我们就推行做那个放射治疗 然后重度 high risk prostate cancer 平常先开刀 然后开刀后如果需要 就做放射治疗 偶尔又加了那个 降低那个男性荷尔蒙的药物 但是说到这个重度 重度是不是有可能 已经发生了一个感染和转移 因为我知道这个肿瘤的话 有可能会从一个器官 转移到身体的其他的器官 因为它都是在这个腹腔里面 所以如果是重度 high risk prostate cancer 它扩散的机会就是比较高 没错 它可以扩散到肾腹腺 前列腺的旁边 膀胱 脂肠 骨头 领巴 所以这机会都是有 您说到这个肾腹腺癌的治疗 有开刀的方法 也有这个放疗的方法 那有没有是 只是用这个简单的吃药的方法 就可以治疗呢 没有 如果你吃药 可以降低男性的那个腹脂 可是这方法 只能控制前列腺癌 它没办法去治疗前列腺癌 然后腹脂 平常吃药或是打针 这种方法 只能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两三年后 前列腺癌它还会继续长 所以到那时候 可能就需要做化疗 肾腺癌 您觉得已经得了 这个前列腺癌的病人 那么他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些什么样 不能做的事情 或者说是不能吃的东西 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 其实有很多研究看 是不是可以吃像 Vitamin C Vitamin E Clenium Zinc 其实他们看起来 这些维他命 或者是中药 其实跟前列腺癌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很多研究 可是看起来 没有什么帮助 其实很多人说 这个男性多吃一些番茄 可能对这个前列腺 会有好处 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 以前是有这样想 可是正确我们做了研究 很仔细地去做这些研究 看出来其实没什么作用 也就是说实际上 没有太必然的联系 这两者之间 好 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 洪医师 那您觉得如果男性 要预防这个前列腺方面的 病变发生 不管是早期的 我们提到的这个 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炎 还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恶性的肿瘤 前列腺癌 好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 日常的工作 来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抽烟 然后吃好 不要乱吃肥肉 然后其他其实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前列腺肥大 跟前列腺癌 都是跟年纪有关系 然后如果是家庭 有另外男人 有前列腺癌 就是早一点去检查 跟医生检查 PSA 然后医生做检查 就是早一点去做 希望如果是找到 当然是希望 不要找到前列腺癌 如果找到 找到是轻度的时候 low risk 很容易去治疗 其实很多现在 关于癌症的研究 都是这样的 就是只要早发现 其实这个治愈的可能性 或者说它不再发展的 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自己要做好一个 平时监护的工作 有什么问题呢 随时要去医生那边 今天我非常高兴 请到洪通如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解答 关于这个男性 生殖系统方面 一些病变的问题 也非常感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